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田军被娘化机有大岛军打得陷入古战 两人你来我往死去互来 在蜘蛛子眼中却怎么看都想伏击吵架 魔法对战明明场面炫酷 可蜘蛛子看惯了超资源战斗 一点魄力都感觉不到 本人明明是拼死战斗 就是觉得缺少紧迫感 更像是在国家家 只能说是他看惯了神话机战斗了 就在蜘蛛子品头论足的时候 突然一个不注意娘化大岛军自爆了 为了摆脱色域的洗脑 居然玩自爆 这下死定了 蜘蛛子也是大叔所料 啊 抱歉了 老师 就在蜘蛛子暗暗向老师道歉时 一道柔光包裹住两人 以为死定了的大岛军他活了过来 这对前世机友开始问缠问短 轻轻握握起来 蜘蛛子可没这个心情 本体一下踢刀椅子跳了起来 娘化大岛军应该已经断气了 就算治疗魔法最上位的奇迹魔法 也不可能其次回生 这个世界唯一的死者复生技能 七美德系列的慈悲 没想到居然是山田军的到达 其实 只如此多半夜猜想到了 七大岁也好 七美德也好 除了转生者 其他人很难获得 所以 才让有股洗脑娘化大岛军和疯狂少女 就是想确认他们有没有这个技能 结果都没发现 从小去罚 最大可能也就是山田军了 这次真人意外收获 慈悲技能使用代价是禁忌等级的上升 只如此觉得正好可以利用 在山田军面前制造死者 让他使用技能 这样 禁忌就会满击 他就知道世界的真相 到时就不得不做出抉择 是和他敌对 还是明哲保身 视而不见 如果选择敌对 到时就全力打趴你 不过 趴局的山田不会那么做 因为人家是个小市民 本来就是个路人少年 怎么背负得起世界命运 甚早让他搞清楚情况 该干啥干啥去吧 只如此正想着 稍微变动计划 突然传来索菲亚的声音 又见面了 蜘蛛内心直喊 喂喂 你个谢谢鬼娘干什么啊 你以为你中暴子啊 只见索菲亚把老阳金人头 送给老师做礼物 只如此误语 你啊想干啥啊你 居然还跟老师交起这儿来 我明明交代 放他们逃离王都 难不成都忘了 只见 老师他们开始摆出迎战架势 索菲亚经常说 怎么老师 你想喝我钢啊 两位掉 主人说 不能对老师出丑了 只如此也表示 就是啊 我都交代过的 可你呀喂毛还要挡路呀 你这样子 老师他们也只能战斗了 索菲亚继语表示 不过嘛不可抗力啊 咱只是自我防卫 所以不是我的错 只如此越发无语 当然是你的错啊傻瓜 不过我想应该没事 索菲亚最后应该 还是会放过他们 再说 万一有什么 菲尔米娜将会管住她的 只有在这时 班长的鸳鱼刀飞向神殿军 一个索菲亚就够他们瘦了 再加上班长 这下神殿军他们彻底没戏了 老师的魔法 在索菲亚面前压根不管用 索菲亚悠哉犹 靠近老师 一把抓住老师吸气的手腕 只如此 安安大叫 你那到底在干啥啊 这咋办啊 这样下去 山田军的冒险就要败蛋的了 既然这样 就让咱以神秘人物出手相救 就在这时 一头白龙飞来 是山田军的宠物龙飞 进化成光龙 及时赶到 这个也太nice timing了 这也是天之家户影响吗 一行人准备坐白龙逃走 海林斯抱起昏倒的老师 和半妖精女婆 索菲亚还不让人家走 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只如此再次指教 让他们走吧 你那到底在干啥呢 好在 非一个光龙吐息牵着敌人 山田军他们总算逃着摇摇 班长不停抱怨索菲亚 索菲亚还想到啰嗦 只如此幕后之日班长 再多啰嗦几句 而他呢 绝对要好好修理一下索菲亚 只如此说了说道 事后狠狠惩罚索菲亚一通 索菲亚只喊冤枉 你瞧他妈来 最后我不是放人了吗 就这么放走 他们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了 所以给老师施加昏睡的一场状态 这样一来 15天内不会乱来了 你看 我很优秀吧 所以你应该原谅我 只如此才不敢的说啥 索菲亚吓得发出杀鸡般的悲鸣 一旁的班长笑得开怀 只如此想 你别一副事不高级 高高挂起 你也掺和的吧 于是连班长一起修理一通 修理归修理 让老师昏睡 确实故的 趁着老师昏倒 山田军一行 不敢乱拦的时间 只如此还有很多事要做 战后处理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是该收拾老妖精本体的时候了 为此必须要彻底毁灭妖精之理 与老妖精的决战 必定是一场惨烈的大战 被囚禁的转生者最好救出 最坏的情况只能见死不救了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还有一个男人 神言叫教皇 没有他的协力 与老妖精的全面战争 打不响 于是乎 只如此陪同魔王来到教皇这里 教皇听到他们的要求 表示 这难为老头了 魔王却说 你可以办到的吧 话说给我照做 教皇长叹一口气 让魔族军通过人租领 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不知道吧 就算暂时联手对付老妖精 人魔始终是敌人 人魔大战才刚结束 最重要的 所谓联手也只是魔王和教皇 不是魔族和人族 魔王姑且不说 教皇毕竟是宗教的间接之辈 无法发动魔王那样的强权 一直以来 煽动人魔势不两立的教会 要是突然说与魔族和好 肯定失去人心 只如此想 教皇再厉害 这次八神魔力 没办法 还是让咱来个军团大转移 直接越国人租领吧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教皇跟我说 买通各方关系 真是累坏了 你呀居然没问题 魔王笑有点赞 不愧是你 就知道你可以的 只如此看魔王那样子 估计你呀内心也是吐槽 不会吧这家伙 事先和魔王商量好 先给他一个超高难度要求 要是做不到 那就尽可能别的地方够援助 就是这么一个威胁 呃 教室套路 没想到这老大爷怎么说的 居然全都准备好了 老头简直开挂了 教皇表示 管不了那么多了 花再多钱也值了 老头停顿了一下 眼睛一眯说 绝对不可以失败哦 蜘蛛子大惊 这战力全无老头好怕怕 反倒被人家威胁 魔王一脸淡定回答 绝对不会失败 已经等这一刻 等得太久太久 语气虽然平淡 目光里却记忆做着风暴 直见教皇也是同样的表情 是啊 等了好长好长时间了 魔王和教皇对老妖精恨之入骨 蜘蛛子被两人的斗气 差点逼住冷汗 这一下真的只能破釜沉舟了 蜘蛛子顿时有点压力深大 没问题的 为了这一刻准备这么久 相信自己 可以的 脱了教皇的福 转移军团要耗费的大量能量 可以省下来应在别的地方 成功力大增 不过行军要花时间 要加快准备节奏 这一下又得忙了 而那一头 蜘蛛子阵营的另一个转身者拉斯 处理战后也累得要命 因为他的赶鸭子战法 必把君子上惨重 面对牺牲者家属 他嘴上一套道辞悔恨的说辞 心里面却觉得 自己没这个资格 他必须当好一个无情的上司 连感伤都不允许 尽可能是爱不想 指挥回收物资和遗体 负责回收的大多人幸存者 看到书人的遗孩 停下来好嘲大哭 这就是他造成的光景 他不知道说什么 然而又不能不开口 面对哭哭啼啼的回收人员 怒视他们 哭什么苦 快干活 用带有威压的目光 让他们去福 在他们身上感到憎恶 但又无法反抗的恐怖 但这是他自己选的路 已经无法回头 军团长会议 途中碰巧遇到了梅拉 作为前辈军团长 梅拉一直都很关照她 平日里文静的梅拉 今天和她一样 神情非常沉重 来到会议室 第三军团的巨汉团长 和第五军团的武士团长 也是累得半死不活 没多久 只如此进屋 貌似看了看巨汉 接着 魔王如是 大家都到了啊 魔王身边的巴鲁特 脸色别提有多差 这次学习的 只有第二军的欧派 说是要监视 被猴子占领的堡垒 然后 现在正率军赶回来 前不久 魔王已经宣布 要远征妖精之理 从上次的叛乱 可以料想 显然 军团长里有人勾结妖精 拉斯 虽然没有听魔王 亲口说是谁 从态度上看 十有八九收派 他不懂 到了这个时候 魔王为啥还要留着他 就在这时 魔王表明这次会议 主要是因为 建军的日子要提前了 呀真是抱歉了 魔王一边挠头一边道歉 虽然看上去心服 拉斯觉得 是真心内疚 魔王是个好人没错 黑心企业 还是黑心企业 好在 各个军团长都干尽实俗 就连欧派是很积极 看来人家已经气暗通明了 反而 是第三团体的巨汉 不太积极 拉斯对这个看上去 优如寡顿的大叔 没啥好印象 剩下不干活的 第九军团的黑 谁让人家是那个 这其中最忙的 那就是 第十军团长植柱子 准备期间就没见到面 不过 初中那一天 总算赶了回来 帝国军的席字 半成帝国军行军 本来人族和魔族 外表的没法区别 加上教皇已经打东上下 保证在人族岭畅通不足 拉斯深知 这老教皇看似无力 却是魔王也感慨的怪物 最初见到教皇 是在陪同植柱子和魔王 去交叉的时候 他从魔王的得知 教皇拥有继承 记忆转生的技能 和魔王一样 是世界历史建设者 魔王让人魔纷争 以便回收能量 而神炎教 提倡提高技能 以灵敌神炎 本质是 让路人活着的时候 多借了能量 路人从小被这么教育 所以根本不会怀疑 而转生者们 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听到这个教义 八成会当成笑话 然而知道真相后 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这是神炎教 利用宗教强迫人族 给我编成世界的奠基 非常有效 同时又让人发麻 把生命当成消耗品 简直就要牧场 路人都不知道 自己被当成养分饲养 构出这个牧场的 正是教皇 对教会知道越深 就越能窥见 教皇的可怕之处 神炎教遍布世界 小到很小的村子 都有教会 为了收集情报 教会人员 大多会技能远化 可以和很远处的人 近面化 这个手法很关键 在于不需要啥特别才能 就是说 可以随时补充替换人员 不仅如此 就连教皇都有替代 教皇不在期间 教会依旧成长一座 教皇不盲信自己的力量 利用人来支配人 与魔王之如此 这一类的绝对强者 截然不同 不愧是路人之王 在拉斯人世的人当中 就连大佐育营组织上 都说靠一己之力 大佐不在就无法维持 而教皇的支配 绝对不会因为 缺少某人而无法维系 教皇很早就看到 个人的极限 致力于组织建设 简直不要太会眼 以上这些都是魔王肖拉斯的 他也以为 自己算是了解教皇 直到见到教皇本人为止 人魔大战前的一次交手中 魔王告诉教皇 要杀死勇者 这是决定事项 一番争论之后 教皇问魔王 咱们这么做的好处 和坏处是啥 拉斯前世纪有的哥哥 前勇者游离物司 是教皇一手栽培出来的 教皇权衡立毙后 竟然说不要就不要 之后 之如此预谋虐善定军 魔王让教皇对外发表 脑残太子游谷是勇者 教皇问 为啥要这么做 魔王表示 游谷是我家小白的妻子 把听这篇话的人 奉作勇者更好行事 教皇又问 最近老妖精在王国搞鬼 和这个有关系吗 魔王说 关系大得去了 为了把老妖精赶出王国 也必须在王国挑起事端 到时必须向国际社会宣扬 游谷才是正义的 教皇瞄懂 为此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宣布游谷为用者 可又觉得 这万一露馅 教会岂不颜面扫地 你要怎么补偿咱 魔王回答 把妖精斩草树根 难道还不够吗 消灭妖精 到时也要用到游谷 其中的功劳 一半给你教会好了 万一出什么麻烦 就说是被游谷洗脑 不就结了 为了达到老妖精 不惜颠覆一国 说好听是固形大局 说难听 是把人命当数字 抛弃一人可以救两人 哪怕那人是勇者 也不眨一下眼 排除私情 排除人性 政治的怪物 作为人族绝对守护者的教皇 其行动却没有人味 所以 拉斯不禁问他 你口口声声要保护人族 却这么轻易送人头 教皇回答他 如果蛇脚能救大 我会毫不犹豫杀死小的 索菲亚听了这话嗤之以鼻 虐杀要保护的人们 简直笑话 索菲亚的故乡也是因此毁灭 父母也因此死在老妖精手上 对于这样的索菲亚的质责 教皇这么回答 所以啊 我努力不让自己堆起来的 尸体的高山白费 拉斯当场震撼 教皇对自己所为一点不自满 反而很研究 但还是不能停下 一旦停下 堆积的尸身 这些死就没有意义了 也许教皇是在赎罪 同时又积累新的罪过 永无完绝的赎罪 明知永远不会被原谅 还是继续赎罪 简直令人发毛 那时的拉斯 第一次感受到教皇的深不可测 一直以来 他不知道自己该为何而活 回想转生后 种种恩怨情仇 要不是遇到植书子他们 自己早死的路边 和死在他手上的人不同 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既然这样 就该做点什么 可又不知道该干啥 只是一路追随魔王和植书子 那些毫不犹豫 知道自己使命的人们 在他眼里是那么耀眼 魔龙两可的自己 有资格加入他们的队列吗 拉斯一直纠结 为了大意而杀人 那样算是正义吗 魔王和植书子早就看破 但他却没这么轻易想通 前世的他最讨厌不公 总是告诫自己要走正道 然而 愤怒之背下乱杀无辜 哪有正义可言 从此 他迷失了方向 只是盲目追寻魔王他们的背影 就在这时 教皇的话给他指出了光明 明明知道不对 知道是罪过 还要为了大意而突进 原来还有这样的活法 这么的艰险而痛苦的活法 不过 这也正是他该选的路 赎罪 禁忌中享受的话语 啊 知道了 那就赎罪吧 为了赎罪而犯罪 然后继续赎罪 为了回报被自己杀死的无辜路人们 为了不让他们白死 不 说什么赎罪 不过是自以为是 他不会谢罪 不会再回头 就让尸体堆积吧 然后成就大意 这是他唯一可以回报的办法 怀着这样的觉悟 拉斯在人魔大战率领第八军 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牺牲 然后如今又开始向妖精之力进军 目的是铲除妖精这个种族 那要丧失多少生命 耳边传来魔王的命令 出发 向前进 他已经不会再止步 就这样 于劳精的决战 即将拉开序幕 接下来 只如此要如何复局呢 欲知详情 敬请期待下期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 还请劳烦点个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翻译咨询 我们下期会见不散